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《史记》中记载,这位来自中原,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待机时间最长的王。从外表上看,他就是个阅人。 王二代赵末即位时,历史已经进入汉代。在他死后不到20年,南越国被汉武帝的十万大军所灭,而他的墓葬安静地在地下。 1983年被发现的这座墓室,呈现给世人一个汉代玉石艺术的巅峰。 玉本是美好的石头,中国人赋予了它丰富的生命和意义,可以象征品德,可以炫富,也成为生死的陪伴。 到了汉代,运气出现在人们生前死后的各种场所,从礼仪到装饰再到契用,记录了一个朝代想象力的维度和气度。 南越国虽然身处统一国家版图的边缘,却和中原地区对玉的追逐一样浓烈。 喝酒有玉杯,穿衣有玉带勾,挂在脖子上的项链,记载腰间的玉配,甚至连下棋也要用温润的玉旗子。 南越王墓的主人赵墨,显然是一位玉粉。 这是一支玉角形杯,也许是玉匠希望借一犀牛角能溶解毒物,便成就了这支武功骸杯。 杯子的主人一定好酒量,因为玉角杯不能直立,超过一百毫升的酒必须一饮而尽。 杯子的外侧雕刻了一支中国传统的葵文。 龙的形象几乎遍布汉代装饰用的玉器,它是龙形玉配,它是龙文玉壁,它是龙凤文重环玉配。 两千年前,它叠放在南越王脸上,一如瞳孔,望向人类不可见的地方。 身处内环的龙,拖起外环的凤,指手相看,雕刻者将内外环的纹饰设计为不同的方向,让人错觉双环旋转,气韵便由此而生。 生者配玉,以彼其德,亡者脸玉,以味其灵。 隋葬用玉在汉代表现得更为极致。 当时流行的观念是,用玉器隋葬,可以保住牧主人惊气不散。 在汉代君王的葬礼上,堪称奢侈品的玉衣,风靡一时。 愿再体而为衣,安君王玉九泉。 这2291片玉被红色的丝线穿练,与那些金银铜绿相比。 这件属于南越王赵默的丝铝玉衣,有了属于自己的红色血脉。 南越国,秦汉帝国的南土,这里的玉承袭了中原玉文化的正统,也融合了海外异域的风情。 玉,实之美,玉,比王子多一点,即使身为王,也会在时间里阴默。 有了玉,便多了一点能与时间并肩的力量。 有玉而安,身体因此安住,大地因此安住,安住在对永恒的祈愿与向往中。